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要劝退了 而后他开始不断应聘各种学校 最后应聘到了一间奇怪的学校 之所以说奇怪 是因为之前 已经有很多老师在这个学校 立即身亡 学校因此留守着鬼魂的传说 胡子哥第一天来到学校 就被学生捉弄了 当他来到鬼魂所在的图书馆时 发现角落里 书堆中 钢架上 哪哪都有学生 突然因为大肚子女生 拿着课本来吓他 没想到胡子哥非但不害怕 还对着他们说话 众人一脸懵啊 这时胡子哥也反应过来了 赶紧逃跑 而学生们第一次见到活人 能够看见鬼魂 很是好奇 便来追他 胡子哥只好逃出了学校 鬼魂因为不能离开学校 而愤怒砸门 一旁的校长看到这奇怪的一幕 立马明白了胡子哥的能力 他赶紧找回了胡子哥 给他讲了那五名学生的事 原来二十年前 这五名学生犯错被关了亲币 趁逢学校只没开圣诞parting 大家都走了 结果图书馆发生了火灾 他们全部葬身火喊了 于是那以后 学校便再也没办过派对了 这五名学生 由于常年混破孤单产生愤懑 采取下这群师生 在女校长的请求下 胡子哥决定帮这群学生超度 虽然中间产生过矛盾 产生过沮丧 但他都没有放弃 他找到心理医生的daddy 询问为什么学生们没有离开学校 daddy建议他 先从了解这些学生开始 胡子哥觉得 学生们应该是想要顺利毕业 于是他给这帮学生上起了课 可是这里面除了一名学霸 喜欢学习 其他人都不喜欢 于是他们开始恶搞胡子哥 把他抬去撞树 胡子哥见这招不行 于是决定搞个他们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给他们看看 他找到一个音响 学生们从来没见过 枯燥的课堂瞬间骗的有趣了起来 他们却在一起商量着 认为自己已经错过太多 应该早点投胎 开始新的人生 于是他们开始好好上课 最终他们通过了考试顺利毕业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顺利离开了 可他们却失败了 愤怒的他们不再相信胡子哥 又开始在学校里兴风作浪 胡子哥遭到了校领导的辞退 在校女校长解释后 他留了下来 他开始问学生们 自己真正的愿望是什么 你们之间是否真的坦诚相待了 说到这里 长帕哥显得有些不安了 他在犹豫之下 设置了当年火灾的实情 原来那场火是他放的 他只是想引发暴景气 让人放他们去分家聚会 没想到去年纯了大火 不良输不了他家的目光跑了出去 过后学霸也找到怀孕女 拿出了当年怀孕女男友留给他的信 学霸一直怕怀孕女 所以一直没给他 因为这是一封分手信 男友为了自己的前途 所以抛弃了他 唉 我们现实中 爱情和事业到底该选什么好呢 隔天创校人纪念日到了 女校长和阿托产生了激烈争场 喊出了阿托的全名 没想到 这就是怀孕女的前男友 怀孕女上前大骂阿丘 丑渣男一顿来解气 在校委会主席前面 学生们表演大合唱 搞得观众浑浑浑水 为了把场面搞得乐闹一点 胡子哥鼓励学霸上台表演 于是学霸附身在一名学生身上 唱起了流行歌 场面一度很热闹 这是阿托上台打断表演 决定向校委会告状胡子哥的事 结果不良过来附身了他 让他出境了阳相 校长接过阿托的话筒宣布 以后回复办派对 晚上大家在聚会门口happy 不良过来向他们道歉 其实大家早就言论了他 等着他自己放下 电影结尾学生们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安心离去 而胡子哥也收获了与校长的爱情 电影《猛鬼毕业典礼》 结局虽然是各自分离的 但却是美好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男主角 在生活中总有向社会妥协的时候 关键在于你是选择顺从还是反抗 若你常事兼无所作为 你是否有想着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圈子 重新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圈 为了你以后的生活不再安于现状 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现状生活 并没有那么好 或许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妥协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小伙伴们有想看的电影可以关注我 并私信告诉我 最后别忘了